受到主要两大产油国沙乌迪阿拉伯与俄罗斯联手推动延长减产协议至明年底 以及美国原油库存减少等因素影响 本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中油公司依照浮动油价机制计算 宣布从11月6号凌晨0点起 调涨各式汽油价格每公升0.5元 柴油价格每公升0.6元 国内油价也创下两年来新高 中油调涨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 92500汽油每公升25.8元 95500汽油每公升27.3元 98500汽油每公升29.3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23.6元 台速实化则是从11月6号凌晨1点起调涨油价 调涨与中油相同 台速调涨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 92500汽油每公升25.8元 95500汽油每公升27.2元 98500汽油每公升29.3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23.3元